作为新北市政府所在地的板桥 目前已经有火车、高铁、捷运汇聚 形成三铁共购的巨大交通枢纽 不过现在居然还有一条轻轨 计划要行进轨道运输 已经相对发达的板桥 板桥是目前全台湾各县市下辖的乡镇市区里面 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总计55万的人数 已经比苗栗县、南头县还要来得多 不过虽然有着密集的楼房 每天早晚又有大量的通勤移动人口 板南县跟环壮县两条捷运 却还是没办法服务到许多地方 也因此历年来都有呼声 希望可以有新的捷运路线或者是轻轨 改善大众运输普及度不足的问题 在2009年 新北市升格前的台北县政府 展开五谷地区设置捷运系统可行性研究 之后规划出从捷运卢州站开始 跨越二重疏洪道 经过五谷泰山 以机场捷运泰山站作为终点的轻轨路线 后续经过几次调整 成为五谷泰山轻轨的计划 到了2016年 随着板桥福州的合宜住宅即将开始交污 加上其他建案 合计将有三万的新入住人口 可能会让地理环境上被大安息跟南载勾包夹 只能仰赖台铁跟几座桥梁连外的福州 面临庞大的交通压力 部分民意代表 因此争取把规划中的五谷泰山轻轨往南延伸 除了福州之外 也有往西坤、社后等等方向的意见 新北市捷云局承诺进行相关评估 在2017年 新北市捷云局提出了几个可能的路线方案 黑线沿着台65线跨过大安息后 一路走在南载沟的左岸 紫线先走在辅大东侧的都市计划新辟道路 跨越大安息之后 顺着桥中一街直接贯穿福州 再转向南载沟的左岸往南 红线则是走辅大西侧的建国一路 转琼路之后跨过大汉溪 经过福州运动公园的南侧 接着同样是南载沟的左岸 至于局限 从建国一路改转往明安路之后 沿着明安西路贯穿西盛地区 接下来一路往南 擦边球经过西坤之后 跨越大汉溪 从大关路进入福州 再转河安一路抵达南载沟 不过轻轨到这边还没结束 后面的路段也有不同的方案 黑线顺着目前板桥土城交界 尚未开发的区域 往东到捷运万大树林线 新建中的菊光站 紫线沿着远东路 四川路 新一路 再到菊光站 红线则是两个方案都取了一些 先走远东路 四川路 再顺着板桥土城交界往东 然而这些方案组合 完全没有经过舍后地区的版本 而这边同时有号称公车之网的307行径 所以还是有名义代表 希望可以纳入考量 不过捷运局则表示 舍后地区已经开发完毕 既有道路里面 像是中正路的路幅只有15公尺宽 过于狭窄 不适合轻轨通过 还是会持续朝福州方案进行规划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于2017年 这几个可能路线方案里面 经过新庄西盛地区的局限 明暗路只有10公尺宽 明暗西路则是15公尺宽 跟舍后地区的中正路相同 至于红线走着琼林路 不仅宽度只有10公尺而已 未来还会随着重化区的开发 直接被填平 而福州路段多数方案 都是沿着南载沟左岸先建 远离住宅区的核心 对于福州居民来说 可能没什么吸引力 到了2022年8月 新北市捷运局公布了 新一版的泰山板桥轻轨路线 除了路廊大致上串联新庄 福州举光之外 西部路线有不少的变动 从五股泰山轻轨更改后的终点站 也就是机场捷运 预计新增的A5A辅大意愿站出发 经过温载沟重化区的4-3号跟4-2号道路 在4-4号道路路口 约略是过去三合路的位置 设置F21车站 接着继续往南 在中正路口设置F22车站 距离捷运辅大站大约100公尺 而在温载沟重化区的都市计划图里面 中间的空地已经规划成交通用地 未来可能会拿来当作公车转运站 或公车调渡站 之后跨过塔辽坑溪 在温载沟6-4号道路路口 设置F23车站 临近目前的新速路 接下来慢慢爬升到高架 转向4-5号道路 并设置F24车站 就直接跨过大汗溪进入福州 回到平面之后 沿着福州都市计划的 2-1号道路往南 F25跟F26两站 都未在这个 未来会把工厂拆除的重化区内 抵达台铁轨道后往东转 设置可以跟福州车站 转成的F27车站 接下来经过龙心街 穿过台北支厂的原址 在合宜住宅北侧的河安路 设置F28车站 再跨过南载沟 再跟板南线平行的华东街上 设置F29车站 规划让乘客经过旁边的小巷 在亚东医院站转成捷运 再来的路段 跟2017年的黑线相似 沿着华东街往南 横跃往来板桥树林 相当重要的福州桥星星桥之后 设置F30车站 一旁也会利用板南线土城机场 北侧的空间 设置轻轨的机场 然后横跃中央路 顺着板桥土城交界 尚未开发的区域往东 这个空间是四变头排水沟的水稻所在地 其实原本也是台65线 中和支线的预定路线 但是在中和支线计划取消后 就一直维持的闲置的状态 设置F31跟F32两座车站之后 往东抵达中和举光路 在万大树林县的举光站 设置F33车站 同时也是泰山板桥轻轨的终点站 跟先前释出的规划里面 差别最多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轻轨舍弃大量的既有道路 几乎都是行走在配合都市计划 而重画的道路上 当中还有好几条道路 为了配合轻轨行径 要把开辟宽度从20公尺调整成30公尺 目前大汉溪北侧的新庄泰山 已经正在执行温载寸重画区的工程 预计在2026年完工时 就会把轻轨行径的路廊先预留好 但是在大汉溪的南侧 渡州还有大量的工厂 而且轻轨行径的都市计划道路 目前还有好几段不存在于地图上 虽然说已经开始准备执行都市重画 不过区段征收的处理方式 却也引来不少反弹 而且开始拆迁之后 还要花上5年才能完成重画工程 为了让轻轨计划不被延宕 需要提前进行征收 造成搬迁时间被压缩的地主反弹 再来是河一住宅北侧的河安路 才刚配合河一住宅完成开辟而已 并没有从20公尺再拖宽到30公尺的计划 在宽度不足以塞下8公尺的轻轨路廊 以及双向各辆车道状况下 预计会把河安路调整成轻轨跟一般车辆共用车道 也就是C型路权的方式来施作 而这也将会是整条泰山板桥轻轨 唯一的C型路权路段 另外跟板南县亚东医院站转成的部分 虽然动线只有200公尺而已 但是在都市计划里面属于住宅区用地 目前向道的产权也是私有 所以成了旁边大楼的车道跟停车场 未来可能还是需要征收改善 到了2023年2月 新北市捷运局接连举行三场地方说明会 指出泰山板桥轻轨可以补足环状线 跟即将兴建的万大树林县 第二阶段中间的捷运真空区域 而且温宰镇、福州都有新的都市计划 会引入更多的人口 可以未雨绸缪先把大众运输做好 避免将来造成连外道路拥塞 但是也有声音质疑 泰山板桥轻轨的路线不符合通勤的洞线 新庄泰山跟福州的往来互动性不高 现在民众也会利用机车或公车 甚至是Ubike去转乘捷运或火车 没什么盖轻轨的必要性 官方的说法则是目前泰山往来福大 福大往来亚东医院的大众运输缺乏竞争力 而且需要多次转乘 完全不敌可以走台65线的私人运具 未来轻轨可以提供南北方向的全新移动路廊 增加大众运输服务的可及性跟便利性 目前的泰山板桥轻轨还在可行性研究的阶段 未来还要通过交通部、国发会、行政院等等的关卡 以及大魔王的还评 还没有确切的预计完工时间 所以你觉得能够顺利开工吗? 还是会觉得没有新建的必要?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帮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板桥的全新轻轨计划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